影片开场 查理静静地躺在一幢海边别墅的庭院里 心中无比憋屈 身为职业杀手的他 从来都是他杀别人 没曾想 这次却阴沟里翻的船 这个离奇巧合的故事 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爱丽丝和丈夫杰克在海边经营着一家酒吧 络绎不绝的游客 让他们收入颇丰 但他们婚后的生活并不尽人意 杰克控制于墙并且家暴 久而久之 爱丽丝感到心灰意冷 然而 想要离婚是不可能的 杰克甚至买了一把枪 用来警告爱丽丝 他宁愿看着爱丽丝死掉 也不会让他投入别人的怀抱 路西是杰克的妹妹 他和牙医丈夫男森 开始离家牙科诊所 但男森适度成性 欠下了不少赌债 路西找哥哥借过几次钱后 杰克也不愿意再帮他们 钱可以不借 但作为妹妹 路西不能眼看着哥哥 头戴绿帽而袖手旁观 他也料到 杰克不相信他的片面之词 所以他已经打听到一位专业的杀手 只要杰克顾此人跟踪一下爱丽丝 一切就都清楚了 在路西的不断唆使下 杰克终于忍不住 为杀手打了电话 这天晚上 酒吧打烊后 爱丽丝看到 杰克在办公室喝多睡着了 便悄悄拿走了抽屉里的枪 这时 杰克突然醒过来 一眼不合就是一耳光 受了委屈的爱丽丝 随即来到了情人阿三的住处 阿三看着爱丽丝脸上的伤 十分心疼 这鬼地方是真不能呆了 咱们明天就私奔 干柴烈火一番后 爱丽丝把丈夫的枪也交给了阿三 而他们的运动场面 被杰克雇佣的杀手 录了个完完整整 第二天 爱丽丝感到身体不适 经检验发现 自己怀孕了 于是更加坚定了 想要逃离杰克的决心 杰克接到杀手的电话后 便出门交钱收货 而爱丽丝趁机翻窗 进入杰克的办公室 试了几组数字后 还真打开了保险柜 他将25万陷阱全部装在了手提袋里 由于杰克的车子正在维修 出门时开的是爱丽丝的车子 所以爱丽丝只好先把陷阱 藏到了垃圾桶内 这边 杰克看到爱丽丝偷情了视频后 怒火中烧 当即和杀手谈好了杀气的架码 等杰克回到酒吧后 爱丽丝便接过钥匙 带着钱去往路西的牙科诊所 因为昨晚杰克打猎了他的一颗牙 疼痛难忍 他原本打算看过牙后 就和阿三远走高飞 殊不知 路西和丈夫已经设计好了一个阴谋 正等着他 原来路西和南森被债主币的走投无路 而路西之前投保过高额的人身意外保险 于是便想到了假死骗包的主意 他的计划是 将自己和爱丽丝的牙科病例进行调换 然后除掉爱丽丝 再用爱丽丝的尸体瞒天过海 南森利用看诊的机会 爱丽丝注射了麻醉剂 然后把爱丽丝放进后笔箱 路西则开着爱丽丝的车子 两人分头去往第一个作案地点 动手前 路西发现了座位下面的钱袋 果断将这笔意外之财收入囊中 接着 二人把爱丽丝的车子 沉入一个深水坑 伪造成是车子失控冲进水里的假象 随后 他们又去往另一处作案地点 没想到 中途爱丽丝醒了过来 等到南森打开后备箱时 一般手轮上去 拔腿就跑 但路西可不是盏省油的灯 不出两分钟 就又把爱丽丝逮了回来 接着 路西把自己的车上浇满汽油 然后把揍晕的爱丽丝放到驾驶位 再给爱丽丝带上她的婚戒等首饰 最后 让车子坠落山崖 从而伪造成 路西不幸出车祸身亡的假象 以达到骗保的目的 然而 他们的一系列魔幻操作 都被尾随爱丽丝的杀手 全程拍了下来 南森有位朋友出国了 要六个月后才回来 于是 他便让路西 暂时躲进了朋友的别墅里 晚上 拍了一天视频的杀手来到酒吧 找杰克拿十万块的酬金 杰克想知道 妻子是怎么死的 杀手劝说杰克 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 反正 人绝对是消失了 可当杰克打开保险柜才发现 钱都不见了 略微一想就猜到 肯定是爱丽丝拿走了 随后 杰克和杀手约好 第二天下午两点再过来拿钱 杀手也不怕杰克赖账 转身离开了酒吧 然而 南森适度成瘾 他发现了路西从爱丽丝车上 拿到了25万现金 第二天便来到诊所 又准备下注毒马 正在这时 他收到一封邮件 内容是 他和路西作案时的照片 对方不多不少 正好所有25万 还没等南森回过神来 当地的一名老警察来到了诊所 原来 警察发现了 稍微在山崖下的路西的车子 他知道南森被债主逼得紧 还以为这家伙狗急跳墙 杀气骗保 但他不会想到 这是一个暗中案 警察直接向南森调明 要求奋得保险金的一半 南森只好先答应下来 稳住对方 南森和路西商量过后 决定先付25万 百兵勒索者 路西在名义上 已经是个死人了 不方便露面 南森只好独自一人 带着献金 去往指定地点 另一边 阿森一直没有等到爱丽丝 预感不妙 便冲到酒吧质问杰克 把爱丽丝怎么样了 杰克劝让阿森 先把那25万拿出来 说着 便拉开抽屉 想要拿枪 他这时才发现 钱 枪 老婆 都没了 被赏了一颗子弹后 杰克才把顾杀手杀死爱丽丝的事情 合盘拖出 得知爱丽丝已死 阿森悲痛欲绝 愤而干掉了杰克 但谁也没想到 爱丽丝命大 竟然没死 原来 车子冲下山崖的过程中 剧烈的颠簸 让爱丽丝醒了过来 他及时跳车 捡回了一条命 与此同时 南森在之前和杀手见面后 趁其不备 突然发动袭击 杀手吃痛 摸出手枪打伤了南森 但手提袋里面却没有钱 杀手与路西的姓名 要求南森交出了现金 然而 钱到手后 他却出尔反而放火灭口 接着 杀手赶到酒吧 找杰克拿丑金 守在一旁的阿森 刚准备跟上去 威爱丽丝报仇 又看到老警察也来到了酒吧 阿森只好按兵不动 继续等待时机 杀手走进办公室 看到杰克被杀 第一时间销毁监控录像 并从杰克身上 拿回自己的名片 从而抹掉 他来找过杰克的所有痕迹 但不等杀手离开 老警察就走了进来 这种情况 就是黄泥掉在了裤裆里 任何解释都是苍白的 杀手果断射杀了老警察 出来后 阿森便一路为随 死里逃生的艾丽丝 走到一个岔路口 刚好看到 杀手和阿森的车子 急迟而去 便也朝着他们的方向追去 接着 杀手鬼鬼祟祟 来到别墅里送惊喜 路西惊讶的同时 把我也给惊到了 原来 这两人狼狈为见 早有私情 而整件事情 也都是路西一手策划 他看似好心提醒哥哥 艾丽丝有外遇 并留下杀手的名片 目的是激怒哥哥 让哥哥对艾丽丝痛下杀手 这样 他才好利用艾丽丝的尸体 瞒天过海 之后 路西又安排杀手 拍下他跟男森的作案过程 目的是等男森拿到保险金后 以此敲诈男森 但路西太贪心 想把那25万也拿到手 只是没料到 男森的反抗 惹怒了杀手提前挂了 这下 保险金没人灵暗 路西和杀手 发生了激烈争吵 而杀手这时刻顾不上路西 他只想独自带着25万 尽快离开 谁知 刚出门 就被R3用枪指住了脑袋 杀手解释 他没有杀艾丽丝 路西刚见识到杀手的无情无义 马上在一旁卖惨 说杀手不但杀死了艾丽丝 还杀死了男森 一波精彩的狗咬狗后 短短的一天 逼了两条人命 R3还没反应过来 杀手已经行动了 眼看是要死的节奏 艾丽丝雷神下凡 重锤出击 将杀手砸落楼下 最后 艾丽丝和R3 带着25万 开始了新的生活 好了 本期教学的 小朋友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